Consumer Report 让你成为生活大赢家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听消费者指南节目 我是柯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那么我们家里边所有的房间里边 哪一个房间是每天用水最多的呢 其实这个答案呢非常明显 就是这个洗手间 那么在洗手间里边的话呢 这个抽水马桶每天用掉的水呢 大概占我们全屋的这个在室内的用水的三分之一的量 然后呢我们洗澡用的这个水量呢 大约是占全屋室内用水的17%左右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呢 就有已经接近50%了 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在卫生间里面用的这些抽水马桶 还有像是水龙头淋浴头这些东西的话 如果他们有坏掉或者说有漏水的话呢 其实每年会浪费掉非常非常多的水 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 那么只要我们发现的及时 那其实呢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减少这个水的浪费 同时呢有很多新的产品可以帮助我们去节水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就看一看我们如何在卫生间这个范围之内 去减少这个用水的浪费 然后更大限度的更多的呢去节约用水 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有一些漏水的地方 我们要及时的去把它给修补起来 那么根据美国这个环境保护局的这个统计的话呢 我们在家里面去修补这些漏水的地方 平均每一户人家可以节约10%左右的水 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呢 节约的水费大约是在100块钱左右 那么很多这个漏水呢是发生在这个抽水马桶 那么抽水马桶如果说它漏水的话呢 如果水量不是特别大的话 它其实这个声音是非常小的 很多情况下呢我们也不太容易发现 那么一个比较好的测试的方法呢 就是如果我们家里面有这个使用色素的话 我们可以往这个马桶的水箱里面去滴几滴 这样的话呢当它漏水下来的时候呢 慢慢的就可以发现这个马桶里面这个水呢会变颜色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去检查一下这个抽水马桶 那通常情况下呢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它水箱里面去这个控制水量的这些零件有一些坏掉 有的是像它盖在那个水管上面的一个小盖子叫做flapper 还有一个是这个浮在水面的那个球啊叫做floater 这些东西呢其实都非常便宜 几块钱就可以买得到 那么把它更换一下呢就可以很好的去修理这个抽水马桶啊 那么第二个我们需要去查看漏水的地方呢就是水龙头 那么一个漏水的水龙头如果它就是这样一滴一滴的往下滴水的话 如果是单个的这样的一个水龙头 它一直在漏的话呢平均一年下来可以浪费3000加仑的水 所以说如果家里面有好几个洗手间 然后有不止一个水龙头在滴水的话呢 那么一年下来其实会浪费非常多的水 那么根据这个EPA也就是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这个环境保护局 它的建议的话呢 我们登陆像是这个Lowe's还有Home Depot这些大的连锁的这种五金店 他们的网站上面呢其实都有一些这个教学的视频 这两个网站上面他们教大家如何去修理家里面的这个漏水的水龙头 这些视频呢都非常的好也非常的简单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如果说这个马桶还有这个水龙头呢都已经是比较旧的了 我们可以去考虑更换一下 那么更换了新的这些设施的话呢 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去减少这个漏水 同时呢他们可能还能够更进一步的解水 那比方说像是这个抽水马桶的话呢 其实已经有很多年了这个市场上的都有这种叫做low flow 就是这种低排量低流量的这个抽水马桶在卖 那这种low flow的抽水马桶的话呢 其实它也是一直在不停的这个进化 那么这几年呢就比前几年的呢会更加的省水 那如果说家里面的这个马桶已经是比较旧的话呢 我们可以考虑换一个有这个water sense label 就是有这个water sense这个标识的这样的一个省水的节能的低排量的抽水马桶 那么通常的话呢一个普通的抽水马桶 它冲一次水的话呢是要用六加仑的水 那么这种节能低排量的这种抽水马桶的话呢 冲一次水呢大概是会用大概1.2到1.6加仑之间的水 所以说它这个省下来的水还是非常多的 那么有人做过对比 那么使用一个这个low flow的这种低排量的抽水马桶的话呢 一年大概能够平均节约13000加仑的水 那么同样像是这个水龙头它也有很多是比较节能的这种水龙头 只要上面是有这个water sense这样的一个标识的话 那么都是比较节水的 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呢 你从这个旧的水龙头换成一个有这个water sense的这样的一个水龙头的话呢 大约平均一年能够节省700加仑的水 那么这样的平均一年大概也能省10到20块钱左右 那除了像是这个水龙头还有像是这个抽水马桶呢 在这个浴室里面最多用水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洗澡时候用水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了 那么平均这个家里边的这个洗澡用水呢 占我们全家室内用水量的17%左右 所以在这一块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功课可以去做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洗澡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会放一两分钟的这个凉水 是等着它这个热水过来的这个时间 那么取决于你用的是什么样的这个热水器 或者说取决于你们家的这个管道的位置 那么有的时候呢 这个时间还是蛮长的 那么能放掉不少水 那么这个水呢 一定是要把它给收集起来 那么可以用它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么最方便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它来冲厕所 或者能用它去洗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呢 我们要按下暂停键 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领域喷头的话呢 尤其是那种手持的领域喷头 它其实都有一个这个暂停键可以去按它 那么当我们在洗澡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擦身体 或者是往身体上面涂乳液 或者是我们给头上面啊 用这个香布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不需要让这个水一直在冲着 我们可以把这个暂停 把它给暂停掉 就算你每次洗澡只暂停一分钟的水的话 那如果说你们家里边用的这个联盆头 这个shower head的话呢 是这个流量比较大的 那么每次洗澡 你如果能够暂停一分钟的话呢 那么一年下来也能够节省900加仑的水 所以说呢 我们最好去买一个有这样暂停键 这样暂停功能的这样的一个联盆头 第三个呢 就是如果说我们家里边的这个水压还是不错的 那么水压在这个身上洗起来是比较舒服 压力比较大的话呢 我们可以考虑去换一个这个low flow的 也就是这种低流量的这个联盆头 那么如果把这个联盆头从普通的流量 换成这种低流量的联盆头的话呢 平均一年大概能够节约 就是洗澡这一块的用水呢 大概能够减少三成 那这个差距呢 还是非常明显的 好 以上就是我们能够在浴室里边 各种各样节省用水的方法了 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